你不做了 爸 怎么还不去做饭 做什么饭 连菜都没有 妈 菜呢 人家饭都不做了 我还买什么菜 告诉你妈 今天就算买菜回来了 我也不做了 妈 爸说 告诉你爸 不做就不做 有没有你辈子就别做 爸 我帮你说 我还巴不得呢 你看哪个老爷们西方天天在厨房里专弄啊 妈 这是真是你不对了 儿子看不下去了吧 妈 我爸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饭 他有的休息也是正常的 人家996 每周还有一天假的 我爸不想做 那你就别让他做了吧 反正我爸不做 有的事人听 你只要带着我和好姐出去随便找一个愿意做的来了 在那多吃几天 然后也喝上口味 等我爸什么时候休息够了 我们再回来不就好了吗 谁说我不愿意做了 那我不是没材料吗 那巧妇还难为五米之炊呢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可爸你也不是巧妇呀 行了别那么多废话走 妈带你们说话去走 别别别别别呀 没菜算什么你给我五分钟 我正好给你们整一包大餐 嘿嘿等着我哈 哇 爸你不是没卖菜吗 错哪来的鱼片 这一点小错折 怎么能难倒你爸我呢 咳咳 以后呢我天天给你们做 咳咳 那天天吃我们不得吃个酸菜鱼啊 爸你不是还是想偷懒不做饭吗 你闭嘴 不用天天吃啊 你爸现在就是酸菜鱼 又酸又菜又多鱼 妈我们有事要和你说 什么事啊 来进来说吧 说吧 申请由于天气炎热 高温还在持续 我担心家里人受高温影响 而产生身体不适 所以我申请一箱雪糕 希望家委会给你通过 通过 申请 通过我爸努力咱家生活水平提高 我的身高体重飞速增长 所有的鞋子都穿不上了 我申请 运动鞋一双 球鞋一双 通过 我也有 首先呢 我们家里每一个成员 你们的衣着打扮 还有个人形象 都可能影响我们家里的形象 所以我申请50元 用于铲除 人体顶部毛发组织 影响个人或家屏成员形象的源头 我会将它一刀两断 我和它不共在一起 行了行了 说重点 剪头 就你那点头发能要50块钱吗 一会我给你剪 行不行 你这剪的也不一样齐两边 也不圆 人家剪的都圆 这样行了呗 这样圆不圆 这样不圆 你剪圆一点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没什么事了吧 没事了 没事散会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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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是咱家第二季度的总结会 你们对第二季度的表现满意吗 非常满意 不满意 妈 有人对你安排的事落实的波拉位 这个我知道 我也有责任 妈 我觉得有些事情 你应该亲自监督我 嗯好 我记住了 妈 咱家家规第七条 动手打人的 就受到处罚 任何人不能违反 是不是 嗯对 那昨天你动手打我爸 这件事怎么说 我 我不是已经给你爸道过歉了吗 如果说道歉有用 那还要警察叔叔干什么 对啊 嗯那 那那你是要补偿 还是打我一顿 哈哈 爸你去啊 那所有人都知道 你才是咱家的顶上住 我还是要要钱吧 嘿嘿嘿 何文青 哈哈哈哈 你别笑 那还有这个季度的奖金200块钱 没给我呢 何文青 给你爸算一下 哈哈哈哈 这个月呢 你把洗澡间的玻璃给弄坏了 扣100 还有你上厕所没出马桶 扣100 还有我让他去买电风扇 他竟然挪用公款去买鱼干扣100 哈哈哈哈哈哈 妈我爸还道歉100 你爸手里的100拿回来不刚好吗 还有事吗 没事三会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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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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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把我妈送上车了 啊 哈哈 我妈在这几天让你当家做主 咱那过瘾不 过瘾啊 过瘾 还敢给我耍威风是吧 你干嘛 啊你想威胁我是不是啊 你行不行现在我给咱们打电话 给给给给给你打 反正我妈已经到家了 天高皇帝远 哈哈哈 行了 一会开会知道怎么说吗 哈哈哈 你们外婆呢也回老家了 这几天呢 你们表现的也很不错 啊 我说两句 嗯 我觉得我当家太累了 所以我想放弃了 爸怎么能放弃呢 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 其实我那个 爸你什么不可以行 我现在就给外婆打电话 你回来 我是自愿放弃的 既然你爸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不当家了 以后呢 就没有当家这么一说了 好吧 我跟你爸呢有什么事就商量着来 好吧 何永青 你不说点什么吗 哦哦 妈 我觉得不合适 为什么呀 俗话说的好 人无头不走 秒无头不飞 家里还得必须有一个说的算的 如果家里没有人当家的话 那家不就乱了吗 你说你以前当家的时候 我们家接近有条 你说多好呀 是不是 哈哈哈 嗯 有道理 那既然你爸不想当家 那我就继续当着吧 好吧 再会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就是这么当家做主的是吧 你再这样当家做主下去 这孩子就废了我告诉你 知道不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那女的当家才好不了 你停停停停停停 有什么事情先说事情 李正 大姐 老婆老婆 听口号你先别喊了 说事情吧 哈哈哈 上个月不是越好 今天老师通知去开家长会啊 我到班里做了半天我没见到他人 老师把那个学习好的 他有考试刚及格的名字全点完了 就是没点到他的名字 你想想他的成绩得差到什么程度 哈哈哈哈 快点天啊 怎么回事啊 弄火一下我也没看见你啊 没看见我 我今天下午就开了家长会 你妈让我去的 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去哪个班 哪个班 你上四年级吗 四七班我都不知道吗 我都上五年级了 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上了五年级啊 何志坤 我看你不是来说事情的 我看你逮着机会就和大家做主 是不是啊 我不是 我不想和大家做主啊 上了五年级 你今天都跑错几次了啊 你今天都跑错两次了 你跟我说去为什么老是跑错 因为是文文阿姨 也在那个班看家哪回来 你别听他乱说 他小孩子知道什么呀 人家文文家孩子上初中 妈 你也不知道吧 文文阿姨呀 还回老二 上四年级 刚好是在四七班 你 你不要乱讲你知道吗 你先别动手 等我出去人再动手 他别在暴力的 就不好 我 哎呦你妈 哈哈哈 这周的奖庭会议就说一件事 你爸辛苦工作一年了 他们公司今天发奖金了 你爸发了一万 掌声祝贺一下 下面我们每人说一句祝福语送给你爸 快死你前来 爸你辛苦了 我祝你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嗯讲的不错 来打工费 你跳 谢谢爸 爸 我辛苦了 祝你越挡越帅 越漂亮越多 嗯 想的不错 来 爸不用 拿着吧 爸真不用 哈哈哈 老公你辛苦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要说的就是我想当家做主 以后会议我来主持 嗯行以后就你当家做主 从今天开始 会议你来主持 真的啊 嗯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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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俩什么已经进了 也有撤退可言 有人 哈哈哈哈 下面我选拨 由于你爸滥用之圈 现在取笑大家做出的资格 上位 你别笑我 哈哈哈哈 哦